回到一首報 這個情況是發生在二十七號凌晨兩點多 在臺中南區那麼一起很嚴重的車禍現場 您看到當下近二十二歲越野機車的騎士 他從建國北路經過著美村路口 疑似是因為小黃闖紅燈的關係 所以兩車發生了碰撞 那當季因為撞擊力道太大 這騎士當場噴飛 救護車抵達的時候 他已經歐卡 幸好送醫 恢復生命吉祥 凌晨街道一片寂靜 計程車行進路口疑似闖紅燈搶快 沒想到越野機車看見前方綠燈標誌 沒有防備 速度不減 兩車就在路口發生嚴重碰撞 騎士撞上計程車車門 當場噴飛滑行好幾公尺 我沒有只有聽到聲音而已 聽到是什麼呢 蹦一聲 就是要蹦上去之前 他有拉轉警告這樣子而已 但是最後好像也是撞上去 強大的撞擊力道 讓越野車前輪嚴重扭曲變形 被警方移植到一旁樹蔥 救護車抵達時二十二歲的黃信騎士 一度呈現歐卡狀況 幸好送醫後恢復生命跡象 而小黃司機頭手受傷沒有大礙 現場遺留大片血跡 計程車車猛凹陷 車窗玻璃碎裂 盆飛在道路 警方圍起三角錐 清潔人員忙著恢復 事發在二十七號凌晨兩點多 台中南區的美村路與建國北路口 計程車半夜搶快闖紅燈 幸好騎士就回 但也得付出相當大的賠償責任 記者高義力林柏松張一智台中報導